刚刚MSP天剑座白银圣斗士德里面他来了 总机有四度面雕造型可以选择 作为近期的第二款国产天剑座 他的表现究竟如何 接下来欣赏360度展示 再上拼装过程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然后我们开始将手甲和手型进行组装 接下来就是圣斗士整体的一个组装 可以看到这一次的素体右臂是蓝色 而且左臂和右臂是不一样的粗细 MSP在这方面还是有很多进化的表现的 OK 那接下来我们开始进行白银圣衣的组装 首先是大腿 然后是小腿啊 这里要注意区分前后 这么觉得相对来说 比较前面比较短的这一块是这个前面 然后后面啊 比较长的最下端的这里啊 是后面 然后这么开始继续进行拼装 拼装完了腿部之后是膝盖 另外一边先是拼装了大腿 然后是膝盖 小腿 然后金属脚 OK 然后就拼装完成了 腿部拼装完成 下来有一个手型的拼装 在没有这个蓝色秋衣的 是剑与包形状的一个护臂 然后另外一边呢 是圆形的上臂甲 以及小臂甲 还有手型的拼装 这都是非常的丝滑 接下来是我们的腰带扣的部分了 腰带扣也非常简单 一共有两个部分组成 一个是腰带 然后另外一个是这个剑与形状 红色的这个腰带扣 OK 把它组装完成之后呢 我们要组装的就是胸甲部分了 胸甲部分同样也是比较简单的一个结构 然后直接把它组装上之后 再将前面的有横点的胸甲片 组装好之后呢 就是肩甲部分了 翘下来的肩甲 以及圆圆的肩甲 直接组装上 然后我们看一下头雕 头雕头部连接件 跟后发组装在一起 然后再跟面雕 后发上面的这一个 我们的头盔的另外一边的环形 组装上 然后就是前发 还有面罩 OK 那然后将我们的头部和身体 组装在一起 这个天剑座就组装完成了 怎么样 是不是相比前面的 传绅模型精致感各家棒呢 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连接我们一个 意见三连哦 拜拜